为什么你画的男的像怪兽,而女的像男人 为什么你画的人总是分不清男女 今天你再也不用担忧了,因为你一看就会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男女区别 第一呢,是女性的是细眉弯弯间距远 男的是粗眉直直间距近 在画眉毛之前呢,最好先准备一双眼睛 眼睛应该不难吧,那不就是一个括号 是不是 刚开始不要指望一根线就想把眉毛画好 要来回多描几遍,两边要有过度 这里呢,我们把女性眉头的间距画得要宽一点 弧度表现的稍微大一点,注意不要画太粗 不同方向的眉毛也是一样的画法 而男性的眉毛整体比较粗 所以描的时候放开了整不要拘束 这里要注意眉梢要变细,眉腰最重 眉头变浅,间距要窄 整体几乎是一条直线 第二,女的是鼻短唇窄大眼圆 男的是鼻长唇宽长眼尖 这里的倒三角比较扁,嘴唇偏厚偏窄 来包浮力,鼻孔和人中刚好是个笑脸 而男性这里的倒三角相对高一些 嘴唇变宽变薄,鼻子略长,眼睛偏宽 外眼角略尖 第三,女性下巴小巧,脖子细 男性下巴宽阔,脖子粗 女性的脖子大概是头宽的二分之一 画下巴一定要慢 而男性大概是头宽的三分之二 画的时候方硬一点 那接下来老规矩,完整的来一遍 喜欢的小伙伴不要眨眼哦 你,早点醉,有点累 我说什么你都说你对 只会说让我多喝热水 怎么感觉你比我更累 就说不来的时间谁面对 要怎么玩才能无所谓 说了才多又想谁欠谁 怎么感觉你比我更累 到头来就觉得多喝热水 再来一遍